此录音说录影的版权 是属基督教宣度会不过堂所有 我们的属灵传统之一 是以真理教导为本 欢迎你将此录音 或者录影的连结传给亲友 恳请注意 未经授权 请勿转录 或者战载本录音 或者录影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感谢神给我们弟兄姊妹 可以一起到神的殿中一起敬拜 能够和弟兄姊妹一同敬拜 不是必然 但是今天神给我们这份恩典 可以一同敬拜 刚才有节目帮给我听 今天崇拜负责带领的 有三个宵 那我想想想 真的哦 我们有封琴师 邵为哲的老师 有主席 赵定辉传道 还有我 三个宵在这里 但是我想 无论是姓什么 我们是弟兄姊妹 所以不如你 今天说到之前不特别 你问一问你旁边 如果你不认识的朋友 找一个你前后或者不认识的 问问他你姓什么 问一下 可以问一下姓什么 可能坐在旁边很熟的了 但是不知道他姓什么 问了 然后你问一句 肖帝兄 或者是陈帝兄 或者是什么姊妹 你知道 他是你的弟兄 他是你的姊妹 好吗 说一句 感谢神 像我们弟兄姊妹 我们一起同心祈祷 我们天上的主 我们感谢你 主要你不单止拯救一个人 你拯救一个群体 我们同被称为你的儿女 我们都彼此互为弟兄姊妹 主要你赐给我们 有圣灵 同样在我们生命当中 做奇妙的工作 让我们在圣灵里面 我们可以彼此的扶持 彼此的关心 能够一起在你里面成长 主我们为到你自己建立教会 我们感谢你 我们都祈求天上的主 保守你的教会 能够在跟随你的路上 与彼此的辅助 彼此的提醒 让我们一起行在 光明的路上面 圣灵的路上面 让我们不单止能够 可以和你 是互相的 紧密的同行 也都可以和我们身边的弟兄姊妹 在光明当中同行 求主私人 我们今天等候主 持下你圣经的说话 求你圣灵亲事的作供 穿去人一切的不足 让你在我们心中工作 让我们都听见你自己的圣灵 我们仰望祈祷 奉靠主耶稣 圣命求 阿温 大家知道今次我们会思想 有关于宣读会四重福音里面 其中一个的重点 也是圣经给我们的重点 是学想圣结 在我们手上读的经文里面 我们都会常常提到 关于圣结的真理 当我今次一预备 这个题目的时候 很快就想起很多 平时看新闻的一些片段 我都挺留意在各地的新闻 但我记得每次看新闻的时候 总有一种的感觉 有两种的感觉 或者说 第一 这个世界是邪恶的 第二 罪恶 是空残 当我一直留意不同地方的事情的时候 我相信大家都会有同样的感受 就是人在各种的诡诈 自私 欺骗 各种的贪婪里面 是彼此伤害 不单只害别人 也都害自己 而且那种的伤害是延续出去 面展到很多的 很多的后代 也都感受到这种的罪恶的环境 其实没有人能够避开 每个都会在其中 会受到或多或少的影响 都在罪中 有时我想 或者 我是信了主的 或者我是牧师 或者有多些的力量 去抗群这些的情况 但我记得有一次 当我看到圣经 《撒加利亚书》的时候 提到当时的大祭司 圣经就说 大祭司 约书雅 在神面前 他的义 好像什么呢 好像是污蔚的衣服 在律法下面的大祭司 很有名望 很有地位 但是圣经就说到 其实他的义 只不过是一件污蔚的衣服 我更加体会到 不是哪一个能够可以 脱离这个世界的影响 而完全是神自己的工作 当我再读 《撒加利亚书》 刚才的经文 下面有一节的经文 在第三章第四 第五节 圣经就继续说一件事情 圣经提到 有使者吩咐 士纳在他面前的说 脱去 这里所说的 撒加利亚 所说的那位大祭司 脱去他的污蔚的衣服 然后跟他说 让你看我使你的罪业离开你 要给你穿上华美的衣服 然后就把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 给他穿上华美的衣服 一路读圣经的时候 很清楚体会一件事实 就是没有人能够靠自己 能够清除生命当中的罪户 是唯独是神自己 他赦免人的罪 今天是教会的年历里面的 将临期的第二周 我们很快会一直思想着 主耶稣去降生的事情 你和我都体会到 很多事情人不能够做 但神能够 圣诞节带给我们的 大喜的信息是什么 就是虽然我们不能够 但是人在基督耶稣里面得着赦免 人的罪被基督来到去结席 神将乙袍盖在我们身上 不是我们的 是神所赐的 叫我们能够可以和神 行在光明当中 圣经很清楚给我们一个讯息就是 完全是神的工作 而当你信了主之后 当你追求成性的时候 你都会清楚看到一件事情 就是追求成性 由此到中 都是神的工作 大家都知道 当我们信主之后 领受了新生命 我们会继续追求成性 圣经给我们知道 成性是一个步骤 是一个过程 在一个过程当中 有些时候会面对一些的冲击 但是 神帮助我们持定信心 我们就可以在冲击当中 继续成长 正如圣经所说 生命长大成人 没有基督长成的新良 一路的成长 但是同样 我们都体会到 在一个过程里面 我们会经历信心圆阳 甚至这时候会跌倒 会犯罪 会背弃上帝 在过程里面 你和我都会经历很多挣扎 觉得自己 怎么可以不做这件事呢 这个的恶杂 多年纯着我 我没有力量来去摆脱它 很多时候在过程当中 很多的挣扎 在挣扎里面 会觉得对自己失望 甚至内心里面 很多的内疚 觉得 都是要放弃了 但是你和我 当你再小心思想的时候 你会明白 在这个挣扎背后 有一个错误的 一个的期望 是什么错误呢 就是期望自己 可以叫自己成成 期望自己 可以靠着自己的努力 我比较努力 我努力一点 我坚定一点 我就可以不会犯罪 以为这一切是在乎自己 当你什么时候有一个错误的期望的时候 你发觉你会不断的 挣扎 甚至到一个地步 你会灰心 你会放弃 但是圣经很清楚 给我们知道 能够信主 得蒙赦罪 完全是神的工作 而且信主之后 圣经的过程 同样是神的工作 是神的恩惠 我们刚才读到的 加勒提书第二章 一路讲述这件事情的时候 讲完了第三章第一节 就总结地来到 去发出一个问题 在加勒提书第三章第一节 你们面火提及的 求我只要问你们这一件事 你们领受了圣灵 是因为行律法呢 而是说靠着你自己的行为 你都得到圣灵呢 还是因为听顺福音呢 你们既靠圣灵入门 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 请提出一个很特别的矛盾 我们在信主的时候 很清楚知道是圣灵帮助 所以我们能够可以决志 能够信主 领受神给我们的赦罪 但是信主之后 很多时候就去自己的挣扎 正如今所说 是靠着自己肉体去成全 去领受成圣的生命 圣经就说 你们这样 那么无知吗 什么时候我们在信主之后 以为可以靠着自己来去成圣 我们就变得很无知 我相信大家都会常常会想起 圣经里面很多人物 他们很敬虔 生命很圣洁 就好像圣经所提及的仕途保罗 但当你读他的圣经的时候 到他讲述的经文的时候 他就说我其实从前是逼白教会 他不单止不相信上帝 违背基督 而且他是逼白神的教会 但是接着他说 我今天成为何等的人 是什么 蒙神的恩才成的 他很清楚的宣告 是因为神的恩典 他可以成为今天的人 能够成成 你们等一下会 很深刻记得 成圣由此到终是神的工作 是出于他的恩典 因此带来一个自然的结论 就是你要全心依靠他 来进入成圣的生命 因此我们再看 再看下的经文的时候 你会自然的体会到一件事情 先讲到在追求成圣的过程里面 是紧靠着神的恩惠 紧靠着神的恩惠 刚才读的第二章第十六节 你记得这次经文提到 保罗说人称义不是因为律法的行为 不是因为你有那种的力量 跟随律法的要求行一些善事 不是因为这些行为 也因为信耶稣基督 而我们都真的因为信了基督耶稣 我们就可以因信基督而称义 因为相信他为我们所成全一切的拯救 而因此称义 不是因为律法的行为称义 因为尤其说话很清楚说 因为什么 犯血肉之躯 没有一个人 能因律法的行为称义 因为人在肉体里面太软弱 不能够凭于自己去遵行律法 所要求的 因此如果要遵行律法而称义 没有人能够办得到 也都因此不能够可以在其中得蒙称义 我们明白这个道理 但是当你一直成长的时候 你发觉有些时候有些事探会出现 我好像真的太不过 太不努力了 我要努力一点 我每天早上一定要早起一个钟头 一个钟头要读圣经祈祷 如果我能够每天一个星期 七日读圣经祈祷 我一定能够更加圣洁 有些时候你要发觉 有一些意念出现 是会催促你去做一些事 或者去遵守某一些事情 以至你能够可以觉得自己是成性多些 但是当圣经祈祷提及这些事情的时候 是什么意思 什么叫做向律法死了 是波罗立定他的决心 完全不以律法为他的倚靠 或者句话说 不以自己 倚靠自己的行为 倚靠自己的力量去称义 他向律法死了 是表明他自己的内心的决心 他不会来到去 凭着自己的力量 来到去行神的道 因此他同时说 当他这样做的时候 他就可以全心全意 而没有保留地来到去倚靠神 也是他所说 向神活着的意思 向神活着表达一种的心智就是 完全的倚靠上帝的恩典 来到去过神给我们的生活 他向神活着不倚靠自己 不靠律法 因此他在过程当中 他经历恩典 所以你记得恩律经文到最后 第21节的时候 他说我不废掉神的恩 当他全心全意 依靠圣帝的时候 他经历神的恩 也不会因为依靠了自己 就废掉了神的恩 他的领姊妹 你知道吗 你怎么去跟随耶稣 有些情况下 你可以是废掉了神的恩 当你什么时候 不知道去依靠祂的时候 神的恩典 也不能够临到你的身上 你就废掉了神的恩 在过程当中 我上回来一件大家都会熟悉的事情 大家记得有一次一个法利塞仁 和瑞利一起去到圣殿当中祈祷 法利塞仁见到一个人 就在心里面向神祈祷 神耶稣我不好像祂那样 这么多问题 他就向神祈祷 神耶稣 你知道我一个礼拜 就会禁食两次 凡我所得到的 我都会捐献十分之一 我好好的 言言之意 我好好的 因此 我是好圣洁 但是相反来说 一个的瑞利 他很清楚知道自己的罪 他也无能为力 但是大家记得他说什么说话 他说神啊 求你开恩 可怜我这个罪人 他承认自己的不足 承认自己的错失 但是其中他向神求恩殿 因此主耶稣就说 这个瑞利得设神的恩 在过程里面 我们没错明白到 能够得救是神自己的恩典 但是在追求成圣的路上 很多时候会出现一些试探 试探正如刚才我们所说的 是出现了一种的律法主义 不是犹太人的律法 而是我们今天的律法主义 刚才我们提及到 有些时候我们会定一些目标 我们每一天读圣经祈祷 我要每一天 或者每个星期 我会来到去探访 很多牢宿者 关心很多很艰难困苦的人 我自己的收入 最少抽出两成 来奉献给教会 幸好这些事情 你听得到 绝对是美事 本身是好的事情 当你能够这样做的时候 你的生命得到益处 但何时你在过程里面 因为这些操练 这些德行 或者这些奉献 而减少了你对神倚靠的心 或者说代替了你 卿卑自己 去倚靠主的恩典来生活 这些一切 变成了另一种的律法主义 叫你倚靠了自己 我这样做 我就可以食成 在那个时候 你会发觉 你在不知不觉当中 废掉了神的恩 有人说 何时一个人 开始自恃自己 恃夺自己的力量 在那个时候 他就会失去了神的能力 因为我们自己没有能力 我们必须是神的能力 才可以能够 违避很多的试探 可以胜过罪恶 但何时你有自此的心的时候 你就会失去能力 我记得有一次 有位弟兄跟我分享他的经历 我会记得 他说 昔牧师我 我每早早都好早起身祈祷 等 都是在讲祈祷读经 他说 我很紧张 一定要祈祷 不过我再听的时候 他说 他说不是 因为我祈祷 所以我伟大一点 而是我体会到 我的工作环境 很多试探 很容易会善低 他没有从事说是什么 但他说出 他有太多试探 所以我每早都好清楚 知道我必须要 很小心祈祷 求神救我脱离这些试探 因为我深切 需要神的恩典 我才可以面对到这些处境 所以我每早都一定祈祷 当我听的时候 我体会到 他不是以为自己能够祈祷 所以他能够成成 而是他向神 在套中向神 承认他的需要 承认他的不足 然后全心 在套中 表达对神的倚靠 以至他经历那份的力量和恩典 可以胜过罪 可以胜过各种的事特 各位鼎姐妹 留意在你生命里面 无论在你各样的 各种的操练 各种的奉献 各种的努力里面 记得 背后仍然是一种 深切对神的表达 我需要你 我依靠你 来到面对一切的挑战 当你再读去圣 下面圣经的时候 第十九节 刚才我们都提过 波罗说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 这个自此 这个凭自己的旧我 已经钉了十字架上面 承认不是我自己 已经死去了 而神因此将新生命赐给我们 但是新生命在地上生活的时候 仍然会面对着 很多不同世界给我们的试探 有些时候 旧的生命会死灰復燃 会重新会活过来 在过程里面 我们很记得 圣经里面 主耶稣提醒我们一句说话 若有人要跟随我 就当舍己 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内 跟随我 这里所说的十字架 当然是说我们对神的旨意 一种的信服 如主耶稣信服 上帝为我们钉十字架 但同时说的就是你一救我 要天天听死在十字架上面 因为救我会在你不意识到的情况之下 会浮现出来 会试探你 在过程里面 有些时候你会不知不觉想去建立一个自我 建立一个伟大的自我 好想能够建立自己的意义 是我搞得定的 是我能够完成这件事情 是我可以这么敬虔的 那个自我会偷偷地爬出来 圣经就说继续将他钉死在十字架上面 因为英国救我 不能够真的叫你成性 只是叫你减少了对神的依靠 因此在追求成性的路程当中 正如刚才我们所说 天天紧握着神的恩蝶 我不知道可以怎么说得更加清楚 但弟兄姊妹 首先你去清楚的知道就是 你需要恩蝶 正如主耶稣所说 来了我 来了主耶稣 我们就不能做什么 深刻的体会自己的需要 以至你里面有一种很大的动机 在一切的事上面 去紧靠恩蝶你的生活 在你紧靠恩蝶的时候 你发觉你能够去信从神的旨意 你都更能够分辨到 做什么是神所喜悦的事情 以至你可以行在当中 你都跟随着 一个就是成性之路 全心全意倚靠恩典 去分辨神的旨意 然后全心信从上帝 行在祂要你行的路上面 你就一步步成性 在过程里面 不是一些很复杂的事情 但是要你的心智 是很清晰一个方向 你向准处 当年你知道 你将十 将自己的旧我 不断钉在十字架上面 但是同时你知道 在这里主耶稣给你的应许 不单只救人死去 也就是祂将祂自己的生命赐给你 所以波罗说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这个旧我 是什么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在这位的主耶稣 将祂的生命赐给你 在你里面有新生命 这个新生命 是基督的生命 我们过去常常提到 宣训博士 我们宣导会的创办人 我们提到 他在年轻的时候 是一个很拼搏的人 十几岁已经精神虽弱 读书很勤励 很拼搏 到他开始他们侍奉的时候 同样很拼搏 尽一切的力量来做很多的工作 但是在年轻的时候 三十多岁他就患了心脏病 医生告诉他 你要预备 你就快要离开世界 他必不得已要去到一个地方 要给自己静养静修 在那次静养的过程当中 他离开自己的静修的中心 休阳的地方 然后他去到附近一个地方散步 突然间见到一间的教会 一间小教会 啊 这里有一间教会 当他走近一间教会的时候 听到里面传出一首歌曲 一班大人姐妹唱了首诗歌 其中一句说话 这样说 无人能像主作功 好像一对很普通的说话 但是在当时内心宣迅很清楚知道 神告诉他 没有人能够靠自己的挣扎能够成性的 没有人能够靠主这样来到工作的 唯有主自己在你生命当中工作 你不是靠自己 而是全心靠主 靠着主耶稣基督才能够去工作 才能够成性 因此在后来宣信博成的生命 一个很大的转变 他更加知道他全心依靠上帝 在他的很多的文字当中 他经常说一句说话 用英文说 Let him live his life in me 是让主在我里面活出他的生命 在他人生里不断去操练 不是自己 是让基督的生命在我里面活出来 能够可以让人真正的见到 不是自己 是基督自己那种奇妙的 更新的生命 当你去体会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就去体会到在过程当中 我们不是可以去改良一个自我 而是让基督的生命 在你和我里面去活着 这个是你和我生命的追求 在读的时候 在英哲的经文里面 再说一件事情 在下面的圣经再说到 其实当你寻求成性的过程里面 你内心有一种的渴慕 是渴慕和神亲近 当你越有这种渴慕的时候 你发觉你越能够走上这条成性的路 我记得我以前提及过一个家庭里面 一个的爸爸每天下班的时候都很高兴的 因为他的小女儿会在房间里面走出来 很高兴的看到爸爸又抱着他 所以爸爸很高兴期待那个时间 有一个的 行旁晚的时候 父亲放工 他打开对门 是指如常地走出来 走出来的时候 伸开手 预备 拥抱爸爸 但那时候 爸爸突然有一个很不同的反应 没主意 为什么 因为发觉那个女儿的手 塗满了各式各样的彩筆在那里 彩画在那里 然后跟着 爸爸就说 跟我来洗酒间先 拖了他进去 大力地帮他洗擦他的手 洗完之后 很关键 那个女儿在那里摸摸摸摸的时候 爸爸已经急不及待 要抱着个女儿 大家明白 上帝很想跟我们亲近 对我渴望与我们同行 但什么时候我们生命有 罪污 有得罪上帝的事情 上帝不是不想 但是他不能够 因为他是光明的上帝 所以为什么你会发觉 圣里面说 你们要圣洁 因为我是圣洁的 圣经常常说 你圣洁还你圣洁 为什么因为你圣洁 我们要圣洁呢 但是圣洁给我们 有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神的感情 因为圣经我们上几次都会读到 光明和黑暗是不相干的 上帝他是圣洁的 而我们是成为他的儿女 他很渴望和我们能够一齐 和我们同行 让我们能够完全属于他 所以他很渴望我们都能够圣洁 以致他可以与我们同在 他会认知为 什么时候你的心里面有一种的体会 上帝爱你 你就会有一种同样的回应 我想过圣洁的生活 我要远备很多的试探 因为我渴望神跟我一切 你发觉神都是这样渴望 我们能够圣洁 以致可以 他将他的完全的恩惠 来到倾注在我们身上 我们读圣经的时候 圣经里面提到 《卡拉提书2章20节》 下的一句说话说 并且我如今在欲生活着 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 他是爱我 为我舍己 这句说话里面 很清楚表达出一件事情 没错我们都已经得救 但是我们是今天 在世上生活在肉体的 一种的限制当中 有很多的困扰 我们面对着很多的软弱 甚至病患 或者在我们成长过程当中 经历过很多的伤害 带给我们圣情有一定的影响 我们都面对着各种的试探 怎么可以继续活下去 是因为信神的意志 信什么 是相信他的恩典 是相信他的爱 是相信他的那种更新的大能 在我身上 相信他 所以我可以继续在肉身活着 在一个这么多困难的状况之下 这么多试探的环境之下 我可以继续的放胆的活着 圣经说 他是爱我 为我舍己 因为他爱我 所以我可以很坦然地来面对 肉身上各种的难处 知道他的爱 永远是我的依靠 大家一定会记得起 圣经里面有一节的经文 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读起的 诗篇52篇第八节 圣经里面讲到 这位诗人他讲过自己好像在神的殿里面的青橄榄树 常常保持一种的清脆 一种健壮的一种生命 他说至于我 我就在像神殿中的青橄榄树 为什么可以这样 他跟着一句话就说 因我永远远远倚靠神的慈爱 在内心里面 让他相信就算自己有什么的困难病患 神仍然爱我 所以他继续倚靠神的慈爱 以至他的生命和神联合 他继续可以成为青橄榄树 我记得一次一位姊妹分享 一位姊妹好 我多谢他跟我分享 他说到他自己 在家庭成长的过程当中 曾经受过家人给他很多的伤害 当他成长之后 他常常感觉一份的自恋 觉得自己很惨 又会对其他的朋友家人很多的不满 用很多自己的标准加在他们身上 在过程里面 常常觉得自己很惨 但你不敢觉得神爱他 有一次 当他自己有安静的时间的时候 突然间就想起 《他事爱我,为我舍己》 内心里面一种很强烈的一种体会 神爱我 我知道祂确实爱我 只不过过去我不相信祂的爱 我不相信祂的爱 因此封闭自己 不去接受祂的爱 你知道何时你不相信 对方对你的爱的时候 你会拒绝 一位姊妹就说 他说当我做一次尝试 来到去开访自己 我相信神爱我 而因此接受神的爱 祂就经历那种释放 他说顶前妹 你记得你今天能够继续 鞭定地跟随上帝 是因为你知道有神的爱 而你相信祂的爱 祂是爱我,为我舍己 你就可以继续坚定地 继续进入神的爱当中 而你看会在你生命当中 有一种爱的动力 叫你追求更加的圣洁 这种动力不是一种规条 不是谁压迫你 如果你不做就罚罚你 不是 是你心中一种自然的爱慕 好想能够更像基督 以致你可以和他更深切地联系在一起 你会很清楚在内心里面记得 上帝跟你说 我自圣洁的 因此 你一定要圣洁 进入我的爱中 进入我的光明当中 我们一起祈祷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我们心甘不配 如果不是因为有你自己奇妙的拯救 我们今天无盼望 如果不是因为你赐下你宝贵成灵 赐下你的真理 我们绝对不能够可以成城 但是主我们今天在你面前 同心合意向你祈祷 祝你赐给我们一伙全心 倚靠你 敬畏你的心 以致我们得着 你要给我们的恩典 可以遵行你的心意 行在光明的路上 主啊求你以你的爱 尚尚吸引我们的心 叫我们因为你的爱 我们更加领受生命的动力 行在光明的路上 求主谁听我们的祈祷 奉耶稣基督圣命祈求 阿妹 阿妹 大人 祈祷 阿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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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